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甭管是正的一方还是不正的一方 也谈不上正不正 我们现在看到的故事是参议院的情报小组 它在情报委员会 要求白宫提供所有三位总统副总统 川普 拜登和彭斯 彭斯最可笑 和彭斯他们所被查出来有关所谓的绝密档案 跟机密档案的内容 他们需要查看都是涉及到哪些内容 那这是呢 作为参众两院是一个监督机构 他们作为一个基本的知情权 因为他们是拥有共同管理国家 他们实际是共同管理国家 行政权利呢 是直接的操作者 但是呢 国会是他的监督者 而监督者最大权利 就是立法跟发钱 立法跟立法就不用讲了 发钱呢 是 这个总统手里没钱 得问国会要钱 那国会如果卡掉这些钱的话 他就没有任何办法 这是他的 这是他的 卡掉钱是他的威胁手段 那至于说想知道哪些内容呢 作为委员会来讲 作为一个政府的就是国会议员来讲 他当然也很 就甭管他是哪个党派 他很想知道 他的责任也应该让他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白宫阻止他 白宫阻止了美国国会两院的 参议院主要是参议院提出的要求审查 审查相应的机密档案 他说起码我们得到一份简报 那白宫呢 是以参议院的名义 对不起 白宫是以这个司法部的名义 说司法部正在调查 所以我们不能透露任何 不能允许你去看这些东西 这基本就是胡说了 对不对 那如果从正常的角度来讲 司法部调查 不允许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人去看 而相关的情报是与国家安全相关的 那也就是说 司法部根本就是这个国家体制 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信任 包括他们的管理层都没有任何信任 那因为你总统看了很多东西 在他的相应的参议院的 参众两个院的小组当中 他们在相应的程度上都可以接到简报 那不就如果什么都看不着的话 你就是独裁 你跟独裁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习近平自己看东西 政治局常委不能看 那是独裁 所以这就是当你以这些名义 去使用这些名义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其实这个国家体制在改 国家性质在改变 再改变 甭管说表面这民主 其实都下拜 各种制度的说法 都是为了权力者的方便 和权力者在不同的阶段中 所表现出来的权力欲望 以及在不同阶段中 他能够掌握多大的权力 能够很事实的应用 就像新西兰那个女总理时 女总理辞职了 那个在他生任总理的时候 三十几岁 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长相可淳朴了 真是个淳朴的女孩子 现在我才凶杀恶神 那个脸皮嘴都 那人都变样的 他人变样 人家说陶哥你侮辱 我没侮辱他 你把那网上就那照片 你俩照片你放在一起 是不是人都知道 我才怎么变成这样 咱们总理怎么成这样 哪有那么凶狠的人 那凶狠的脸皮 都是都像历刃一般 所以人他就这样 所以我个人有时候看 在围绕权力的本身 挺丑陋的 真的 我觉得连可怜都谈不上 很丑陋 所以这是白宫阻止他们 这个报道内容的比较细节 我简单跟他介绍一下 这就是说 那白宫阻止他 我想跟拜登是直接相关的 因为呢 拜登的东西呢 都是在家里发现的 拜登的 因为他肯定不会阻止川普的东西 因为给川普名称 就麻烦越大越好 那彭斯呢 谈不上 因为彭斯真的是他自己活该 他自己活该 对不对 那你他不说话 没有人去查他吧 你去查他干嘛 太聪明 太鸡贼 所以就活该了 所以真正的 三个现在交出了 就是有文件上面的 就剩拜登 而拜登 五批文件 五个时间点 五个地方 而这五批文件 五个时间点 五个地方 他儿子亨特 可以把他在厕所里头 看上八百遍 他在那待了一年多 看八百遍 一天得上八回厕所 就是这意思 所以那个文件里头 如果跟中国有关 如果跟乌克兰有关 只要给他挂上钩 他其实白宫怕的是这个 没有一个好东西 真的没有好东西 你谁都傻瓜都知道 那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 一组两党参议员 这话不对 是应该是参议院的 应该是参议院的 不是众议院的 这是纽约邮报报的 因为众议院 怎么会出现了参议员呢 所以这句话就不对 但无所谓了 他应该是 他众议院也有情报委员会 参议院也有情报委员会 也可能他们合在一起的 反正就是他的政底了 要求访问机密档案 白宫阻扰他们 说是因为国家安全的问题 国家安全的问题 国家安全 你连参议院的情报小组 人都不许看的话 这是我说的 这是借口 华纳 小组主席华纳说 在缺乏细节跟时间表背景之下 我很失望 我们要得到简报 我们知道要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处理的任何事情上 他说这是处理事情的本身 犯罪的本身 是司法部的责任 而我们的责任 是在情报监督中知道 哪些情报合适 到底细节是什么 我们是监督机构 我们不是执法行政机构 那执法行政机构 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是任何执法行政机构 跟出了事情的这个 这个这个作为行政主管 总统是行政主管 那我们有责任知道他们干什么 国家情报 与国家情报总监会谈之后 讲 所以是国家情报总监不往外放 那情报总监不往外放的话 那通常就是政府的问题 因为情报总监是这个政府任命 对吧 是这个总统任命 华纳这是小组主席 委员会每个人 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人 都一致认为我们被割开了 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他们把哪些东西放在了家里 给国家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 副主席卢比奥 政府对这些的答案的立场的说法 站不住脚 我们要求资讯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故事 我们跟行政没有任何 行就是司法调查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呢他就提到说 如果你不合作 我就扣你的钱 当然人说话不像我这种指甲 如果你不合作 我就扣掉你相关人的这些钱 他说每年这个委员会都必须授钱 在机构中花钱 如果你不给我 我就不给你钱 我会给你带来相当大的痛苦 这是科顿 所以这应该是参议员 应该是参议 科顿也是参议员 所以这样的文件以这样的方式放 这样的文件以这样的方式放 这就是拜登 拜登开着自己的那个 寻想件 那表现出这个事 就是他本身的一种 谁都会知道 这是国家绝密答案是这么放的 有人说这么放是最安全的 那你就白宫就这么放的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还可以说出理由来 这是本事 能够讲出理由来 能够谈到以国家安全之名 去如何保护而不给参议员看 但可以在这扔 FBI袭击了海湖庄园 那而且呢 人们而FBI的 而这个 参议院的人看不到 情报委 国家情报局局长说 他计划审查记录 以确定是否泄露了国家机密 那但是参议员说 这跟我没关系 对不对 那我的问题是 我想知道会怎么样 如果我们都没有资格去查看的话 那你们可以包办一切 那你们包办一切 涉及到今天美国总统的本身 有谁能相信 你的任职都是总统签署的 换句话说 总统可以开了你 那有谁能够监督你们 不作弊呢 其实故事是这样的 这些提到说 在特拉华家中 以及宾州大学的 发现的一些文件 这里面就讲这些了 然后呢 白宫在处于近乎公开的反抗之中 是 白宫完全是一种反抗 这个是蛮有趣的 所以在已经披露的文件当中呢 很显然 拜登应该是最不堪一级的 拜登应该是最麻烦的 而拜登的麻烦 很可能就跟他儿子相关 非常有可能 那跟他儿子相关 其实如果人们去查那些 他的电脑盘 查他的电子 这个email记录的话 那作为媒体 如果知道大概相应的文件内容的话 作为媒体 只要这么把时间点对应上 那就是 就是今天的拜登总统 在2018年 在2017年 2018年 把文件带回家之后 他的儿子掌握了这些文件 透过这些文件 威胁了中共国人也好 这个乌克兰人也好 俄罗斯人也好 然后只要他的钱财 相应的时间表 有相互往来的话 故事就这么回事 所以美国人在2020年 选了一个总统 这个总统早在四年前 就利用他的儿子出卖这个国家 这是美国人的聪明 是美国人的愚蠢 还是美国人民主的骄傲 Who knows 里面就谈到 小组成员谈到 特别顾问穆勒 在调查川普 2016年选举期间的 通俄门的时候 那当时的共和党人都可以看 当时的小组成员都可以看 国会没有理由 不能在安全保密情况下去 看这些东西 他不会 他就是 他看只是看东西了 到一个房间里去看 看完台序就走人了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故事 他们得知道大概状况了 所以这里面 华纳他们就提出了 相应的一些说法 所以也提出了一种威胁 那我个人觉得呢 你就知道是白宫的态度 白宫为什么有这个态度 是因为他们还想不好 如何应对 当这些文件 给了参众两院议员看过之后 等于把拜登给点了炮了 拜登点完炮之后 都七张桌了 那怎么收场 对民主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吧 对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美国已经历过的选举 会有什么影响 对选民什么样的影响 他们说不好 另外一个 在这些文件中 可能会牵扯到奥巴马 牵扯到希拉里 牵扯到更多的 我们看到的场面上的人 对吧 那他们将如何应对 我相信跟这有关系